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遭到恐怖攻击 瓦府这个地方感同身受 其次要跟大家谈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学术出版社 遭到中国当局要求 要把它若干 中国觉得敏感的论文把它拿下来 在中国要看不到了 那么第三个想跟大家谈一下 中美两国现在对于这种鸦片类的毒品的危害 似乎有一些共识 最后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谈谈 美国和朝鲜之间 或者说跟北韩之间 其实可能存在着秘密管道 好的 先讲这个纽约昨天遭到恐怖攻击 在华普这边今天就提醒大家要注意几个事情 一个呢 其实我们昨天在节目里也谈过 就是你看见什么事情 觉得有疑问的时候 你就赶快向当局报告 因为呢 这个胸贤的这个身份呢 现在确定了 这个名字念起来真够长的 叫 Sephlohabibravish-Sephov 他是乌兹别克人 那么这个比较特别的事情啊 就是在华府这边特别感觉到就是说 这个纽约的警方很快的就跟华府这边也联系上了 大家也许还记得在2001年的911恐怖攻击的时候啊 这个是纽约的双子星两座大楼遭到这恐怖袭击 另外呢 在华府就国防部和五角大楼也是一个这个受害的单位 那么所以呢 这个恐怖分子啊 他的目标当然就是要选择这种大都会区 要选择最能够影响国际观瞻的 所以纽约是一个 华府这个地方也就特别加强警戒 那么这个川普总统讲了 他说这个做这种事情 这种恐怖攻击的人 他用一个字animal 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是禽兽 其实啊 应该讲这个是禽兽不如啊 我们这个常常看见在很多人与动物之间的相处 那个动物啊 他比人呢要纯洁善良得多 所以称之为禽兽 甚至还弄不好 还侮辱了猫狗呢 那么在这个华府啊 特别还提醒大家 注意一个事情 就是你不要轻易的被恐怖分子打倒 这话怎么讲呢 纽约不是再过几天就要办这个马拉松嘛 这是一个年度的不只是纽约的大活动 而且还经过媒体报道 它是传播到全世界的一个大规模的活动 会不会有人就担心发生什么事情了 就裹足不前了呢 尤其是大家还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 波士的马拉松 当时呢 这个恐怖分子的爆炸造成了三个人死亡 而且两百多个人受伤 很多人这个伤势到现在 没有完全康复 因为他需要很多这个后续的手术 尤其是如果这个皮肤你还要经过很多移植啊 然后要再生了 就要花很长的时间 在整个的手术长时间的过程中也是非常痛苦的 那么这个波士顿的马拉松 然后呢 现在在纽约马上要办马拉松 会不会有人呢 就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所以呢 这个在华府也是在 应该是就是在去年吧 这个美国海军 美国的陆战队 这个是另外一个讨论这个谈翻译的议题 有的媒体翻译做美国海军陆战队 这个不恰当 因为很多国家他的陆战队是归属于海军的 美国不是 美国陆战队是个独立的军种 他不归海军管 所以翻译谈美国的时候 就不能讲海军陆战队 就是陆战队 这个去年陆战队的一个慈善活动啊 等于是一跑啊 结果也有人呢 在那个地方弄了爆裂物 还好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大家虚惊一场 所以现在纽约华府这边呢 都是相互提醒 就是告诉市民呢 不要因为有这样的恐怖攻击啊 大家这个生活步调就乱了 这个纽约市长 纽约州长不是也是告诉大家吗 就是我们的一切生活要如常 当然你可以提高警觉 不只是你啦 不只是你我一般的市民 这个治安单位也是提高警觉 像纽约讲了 这个纽约的马拉松啊 他有很多的措施啊 是过去所没有的 或者是过去啊 他的这个投入的人力物力 他的这个设备资源呢 不像这次这么多 像在这个沿途啊 有好几个这个很多个制高点啊 就是都安排了有些人在那个地方准备着 就是要随时了解全局 这个就是避免任何这恐怖分子的攻击活动 而且呢 纽约也讲了 除了大批的警察之外 有穿制服的 还有很多便衣的警察 在这个观众当中 在人群当中 纽约的马拉松啊 过去每一次 差不多有五六万人参加 这个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规模 非常热闹的活动 然后呢 这个沿途的这些观众啊 那就是几十万 所以呢 在这个安全上是特别要做到 如何让他滴水不漏 在这个马拉松这个过程的时间很长 所以这个安全工作要保持长时间的戒备 也确实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想到这些从事这个治安的人员呢 我们也特别要对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 这个川普总统啊 今天还特别在一个公开场合的时候 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 这个昨天这个凶贤呢 他是怎么进到美国 大家知道他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人 他在2010年的时候来到美国 他是用什么身份呢 你我很多这我们华人呢 在美国这个能够定居下来 大概一部外几个途径 其中一个呢 是在美国 有这个念书啊 有一个更高级的学位 然后在美国留下来 然后家人可以陆陆续续来到美国 在美国一般的移民呢 分几类 其中有一个就是如此 那么可是呢 美国前几年呢定了一个规定 这一个凶贤呢 他就是得利于这个新的办法 这是个法案呢 这个法案呢叫做多元移民法案 也就是说哈 他不需要这个特别有什么样的高深的技术 不需要有高级学位 只要高中毕业的程度就可以了 但是呢 是让这些哈 你这个国家来美国的人很少 像这个乌兹别克 他以往来美国的人并不多 所以呢 就给这样的国家专门设立名额 每年呢 美国海外来美国的移民呢 取得这个绿卡差不多有100万人 但是这个法案就特别说有5万人呢 给这种多元移民的这个人士 你这个国家以往不太有人来美国 美国希望你的这个文化 你的这个民族特色 也能够到美国来 所以呢 就有5万个名额给这种特别的多元的文化 所以呢 这个他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术 他高中毕业 然后当然很重要的是没有犯罪记录 好了 就发现呢 昨天这个凶贤呢 这个Sappovo 他呢在美国很少 他有这个交通违规 这当然不是什么样的罪过 另外呢 就是说他这个有过轻违罪 违罪但是这个不是什么样这个真正危害社会的 还有过就是说他这个邻居啊 讲有一次这个他的这个朋友啊 跟邻居之间的发生争执 哎 这个人呢还跑出来 哎 这个劝大家 大家这个都能够冷静下来 哎 一副何事佬的样子 可是呢 就是在那一面他是何事佬 转过脸来 他却是一个极其残酷的恐怖主义攻击的凶手 这个人呢 多个面相 有的时候也是中国人讲嘛 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还有呢 就是他本来未必是这样的人 然后这几年呢 接受了一些讯息 就把他给这个熏陶成了这样的人 大家知道这个洗脑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洗到后来啊 你可能人这个六亲不认 你可能觉得你过去这么多年来都是错的 你可能觉得非得用这样的手段 否则无以促进世界和平啊 所以你可能做了一些让别人觉得是 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个美国今天特别提到说 这个人呢 是一个这个在美国国内 然后成为极端派的人士 那怎么会如此呢 这当然也就跟媒体有关 那特别是讲这个社交社区媒体 因为一般的媒体它不会宣扬恐怖主义啊 不会告诉你的字要走极端路线啊 可是呢 这种现在的这个社群媒体 就可能 不只是可能 事实上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 所以呢 他这个一面行凶 是不是还叫高喊 这个什么真主至上这样的字眼嘛 这都是说在2010年以前 他没有这样的问题 过去七年他住在美国 反倒不但不认同美国 反倒是仇恨美国 而且接受外面的那种思想 所给他的这种这个毒化 然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凶险 这也是让人非常痛心的事情 那么所以呢 这个很多在谈 如何要来防范这种恐怖活动的时候 就是他从小或者说是他生活的周遭 所给他的这种日积月累 点点滴滴就塑造了这个人的性格 或者就改变了这个人的思想作为 这是我们在谈啊 美国纽约昨天遭到恐怖攻击的时候啊 这个不能不觉得这是极其痛心的一件事情 那么再回到我们华府这个观点呢 华府特别感谢纽约 因为啊 纽约一发生这个事情呢 很快的就把讯息通报给华府 就在不久之前呢 我们还听到这个华府的警察局长 在讲这件事情 呃 就是说这个呃 这一次发生在纽约 但是还有多少次啊 即时的治安当局啊 把他侦破了或者是制止了 那么这个恐怖分子 他的这个目标 绝对不是只有纽约一个地方啊 他在若干的地方 这些若干的地方中间 其中一个列在他这个恐怖分子的 优先项目之一的就是华盛顿 好了 这个有关于美国这个纽约 遭到的这个恐怖攻击的话题 我们就谈到这里 接下来要跟大家 这个要谈一个什么呢 就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学术出版机构 他这机构的名字叫Springler Nature 它呢本来是一个德国的机构 它的这个总部在伦敦 在这个柏林 那么为什么现在有个Nature呢 我们的朋友大概也都知道 Nature呢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杂志 历史非常久远的 叫做自然 这个杂志的水准非常高 地位非常崇高 这个印刷非常精美 看这个杂志的时候 都这个不舍得把他那个画面给弄脏 有位朋友讲 他某些杂志 有些这个书报 他是可以一面吃饭的时候一面看的 一面喝咖啡一面看 但是呢有的杂志 他就格外小心 省得这个遭到了污损 这个自然杂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地位 好像我们在帮他做广告一样 好了 这个Springler Nature 而且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提到他呢 因为他同意中国政府对他的要求 就是在中国屏蔽一千多篇文章 这很快让人想到就在两个月前吧 八月间英国的这个剑桥出版社 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当时中国政府要他拿掉三百多篇 有关这个中国的文章 剑桥出版社把这个事情让大家都知道 然后呢世界各国这个民谷而公之 你怎么可以要求一个有崇高地位的学术机构 然后你屈从于你政治的要求 就把这些文章屏蔽呢 让在中国的读者就看不到呢 所以后来又恢复了 至少呢今天你如果上网看 剑桥他这些文章啊 你在中国看的跟在世界各地看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斯普林格自然这个刊物呢 他说他们接受中国方面的要求 他这个出版社 他在每年呢经由在他们的这个出版体系中间的 差不多有两千到三千种杂志 那么这里边呢包含一个中国政治学期刊 还包含一个国际政治学这个学术刊物 这两个刊物里边呢加起来有一千多篇文章 中国政府说请在中国的地方屏蔽 就中国的读者要想看这个杂志 这个出版社的这些刊物看不到 为什么呢这一千多篇里边涉及的西藏 涉及了八九民运就是天安门惨案 涉及到文化大革命 涉及到台湾等等 所以呢中国政府不希望中国的读者读到这些东西 就请你这些出版社啊 就从你的出版社的网络上做一些事情 不要给中国的读者看 啊这个事情啊我们不是前两天还谈过吗 就是这个中国的学术界啊 某些人啊某些机构啊 那种俄语谄媚之风呢是不遗余力 那么现在呢就看到这个 叫做斯普林格自然这个刊物呢 也同样的面临到中国对于这种学术尊严的 诺势和践踏啊 对于这种学术自主是丝毫不加尊重 那么也让我们这个 哦这段话一定要读给大家听 这斯普林格他这个出版社啊讲了一段话 他说呢我们呢对于我们同意中国政府这个要求 我们也觉得很遗憾 但是为了保护用户还有作者 不要受到更大的影响啊 所以我们这么做 而且这也我们公开的政策是一致的 这个呢不是编辑审查 不影响出版品的内容 也不影响世界其他地区 要来上网读我们的判物 也就是说 你们在中国读不到这一千多篇文章 读不到谈这个文化大革命的 谈天安门的谈台湾的谈西藏的 那没办法 我这个出版社我们有这个讨价还价的结果 我们要顾及到更大多数的这个作者用户的利益 要不然的话到时候中国政府一不高兴 这都我们说的啊 万一中国政府一不高兴 屏蔽我整个的出版社 那你中国的这些读者就什么都读不到咯 言下之意啊还是非常无奈的 这个事情啊就想到在刚才田面提的八月份的剑桥的那个时候的做法 那就需要世界各国大家同心一致 要告诉中国当局 你这样子啊 等于是扼杀学术自由 你这样子啊 等于是一种自我阉割 今天中国的这些读者 没有办法从这个出版社读到有关文化大革命 那么文化大革命就在人类历史上消失了吗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或者是中国这些读者 今天在中国读不到 他就永远都读不到了吗 且不说他中国这个他可能会翻墙去读 且不说这些中国的人将来出国的人越来越多 会在海外了解到 他们自己难道私底下不会讨论吗 这个常常有人在讲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动乱 你早早的承认你的这个死亡人数越少 这话怎么讲呢 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死了多少人 你不承认那就没死人了吗 假装这个事就不存在了吗 或者是你越不承认 大家越觉得这里面呢 有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 所以呢会莫如生的结果 就很自然的会添油加醋 所以呢这个到底死了多少人呢 就不断的往上面加这个数字 最后呢因为你不愿意诚实告诉别人真相 所以呢各种叙述都可能是真相 这个对你政权的这个伤害其实是更大的 那么在这个前几个月啊 不到半年前 斯布林格自然这个出版社 还当时做了一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也是跟学术尊严有关的 那就是他一下子撤掉了三百多篇文章 这三百多篇文章里面呢是这个 全部都是中国的作者或者说中国是主要作者 有一些作者是中国跟其他国家合作 但主要作者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检验的结果 这些文章他的作者啊都涉及造假 什么叫涉及造假呢 大家了解这种学术性的刊物啊 你今天投稿投给这个杂志社啊 应该不叫杂志社应该是这种旗刊了 给这个出版社 他不是说你文字这个文章投来了 他就要刊登的 他要请同行的专家来研究啊 像那个时候啊这个撤下这个文章啊 全部有一个是一个刊物叫做 肿瘤生物学啊 对不起不是三百多篇 三百多篇是今年八月份剑桥啊 被中国要求要撤下的数字三百多篇 这个在今年四月间呢 Spring of Nature当时撤下这文章 107篇这个107篇 这个都是有关于肿瘤生物学 你这个文章啊 投给出版社 出版社就请同行的专家来评鉴 看看这里边呢 这个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够严谨的 有没有什么地方数据要加以补充的 有些有些什么地方 这个实验呢 还需要再多做一些的 有什么这个叙述的 这个不够完整的 或者要有这个更多的人 能够提供更充足的讯息等等 有的时候这个文章啊 还来来回回好几次 你要修改 修改了之后呢 人家看过 看过之后还希望你提供什么 还要提一些意见 所以这个文章啊 最后在这种出版品呈现出来的时候 基本上是非常严谨的 是能够这个所谓放出四海而接准的 几乎就跟真理一样 这个是这个学术严谨非常重要的工作 结果呢这个出版社发现啊 那一百多篇啊 一百零七篇文章啊 这个所谓请同行的做这个审查 里面很多造假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有的时候是这个出版社 他自己去找你的同行 来这个做这个评鉴 这英文叫做review 或者是说 你也可以提供一些 你觉得哪些人呢 是你们这个行里边的 非常适合来做评鉴的人 这都是有的 那结果就发现了 这个文章刊登出来之后 这个出版社就接到了很多的检举 说这里面有问题啊 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种种的疑问 出版社就找当初做评鉴的 这评审的人叫reviewer或者这个叫referry 整个球赛的裁判一样吧 一问哎呀那个人说 没有啊 我没有这个做这个评鉴啊 我没有做这个评审啊 啊怎么回事呢 就发现其实所谓这个造假冒名 今天写了篇文章 说这个张三给我做的什么什么评鉴 根本张三没有看过这篇文章 这种事情在学术界 你个人做的这种事情被揭发出来啊 那真是七尺大乳 而且是同行根本瞧你不起 而且你在这个行业 在这个学校你是混不下去的了 那么这个发现呢 这个这107篇文章啊 涉及到了很多著名的医院 例如北京的协和医院 例如中日友好医院 涉及到几所非常有名的大学 例如这个我是看这个西雅图 美国的西雅图时报写的 还写个交通大学 不晓得是哪一所交通大学啊 然后还提到了这个同济大学 上海的同济大学 所以呢 它不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默默无闻之辈啊 它是最好的医疗院所 它是最高等的学府 然后涉及到这种造假 那么就把这107篇文章全部给打掉了 然后呢 这个 就是请教专家 专家说在中国现在 他根本在网络上就做生意 这话怎么讲呢 你的论文要发表吗 好 来 交钱 我呢 帮你一整套的流程 我帮你投稿 我帮你找评审 那我保证可以发表出来 然后呢 这个价钱呢不一定哦 最贵的要到一万美金 你付一万美金 我帮你保证这个文章 可以在某些杂志上发表出来 其实你可以理解到 会因为钱而发表 或者说你花钱 然后得到发表的机会 这样的刊物其实也没有什么地位可言的 只是你用以交妻子 或者用以跟你的长官说 你看吧 我这文章发表出来的 你自己的同行啊 表面上恭喜 背地里敲你不起的 这种事情啊 在这个新闻界也有过类似的情况 改天呢 等到这个普利兹奖 哪天才颁奖的时候 跟大家叙述一下 美国以前有一个这个记者 发表了一篇假的文章 写得非常深刻 像写小说一样 哎呀 读的人呢 悬然气下 结果呢 得了普利兹奖 后来发现呢 说这个文章造假的 造假的结果 这个人就给开除了 而且呢 根据我们的了解 没有哪一个媒体愿意雇佣他 因为你造假 以后你写的文章 到底是新闻呢 还是小说啊 你凭空想象的杜撰作品吧 那么这个学术界也是 你今天提出来这个论文 结果被人家发现 这里面那个程序造假的 那么程序造假实质的内容 是不是也可能造假呢 如果你是扎扎实实的作品 你为什么不敢给别人 这个名正言顺的 光明正大的去审核呢 啊 所以呢 这个奶粉有毒奶品 奶粉啊 这个食品有假食品 这个论文 它被人家一下子撤掉了107篇 这个其实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 所以呢 论文既然会造假 那么在政治上要赶搭这个顺风车 这也就不让人觉得奇怪了 这个我们刚才这张照片呢 就是这个Springer Nature 他就在中国在一个舒展中间的时候 一个摊位 因为他在这个国际间的地位极其崇高 所以呢 他现在也面临到了中国压力的时候 就让人想到这个随着中国这个财力越来越雄厚 然后这个中国这个态势或者说气焰越来越高张 这个学术界很多时候也可能会面临到这样的这个威胁 那很要紧的就是说世界各国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 或者是学术中间中人 你怎么样来看待你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好了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要这个赶快 我们还要还要谈这个一大一小两个题目 就是前几天川普总统不是讲说美国现在是面临到了一个新的危机 就是这种毒品 你看这个 就在这两天中国和美国在北京呢 有一个这种毒品的这种防治的研讨会 这个中国呢 是一个这个生产的某些它的这种药物的这个主要的国家 包含你要生产这个你必须要有原材料 必须要有技术 然后这个还有你的价格问题 价格 中国相对于比起这个美国这边呢 它很多东西的价格生产这个劳工成本的还是比较便宜的 那么所以呢 这些这个刚才讲的这种鸦片类的药物在美国是越来越严重 现在啊说50岁以下的人使用毒品丧生啊是这个最主要的死亡原因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会有些疾病啊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50岁以下发生疾病的几率应该是很低的 那么所以呢就发现说50岁以下的人死亡 最主要的原因是使用毒品 而这个现在这个为什么川普总统说是一个危机啊 就发现这几年的这个死亡的人数啊增加的很快啊 这个我们就用这个叫做这个叫做什么啊 鸦片啊 鸦片的英文是opium 这个字是opioid的 跟鸦片这个字很像就就估起来称作为阿片 这个阿就是这个阿猫阿狗阿婆的阿 这个这个为什么说今天这个题目会谈到有关中国呢 因为在这个他这个正式的名称啊叫中美禁毒情报交流会议 在这个会议中间呢就提到了说 中国自己啊现在其实也了解到这个社会上这种受到这个毒害啊 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是很难以自拔的啊 是你要想借出毒瘾不容易的 虽然没有像美国那么严重但是中国也意识到了他的这种危害啊啊 所以美国就希望中国能够提供啊在这一方面能够有更多更具体的做法 不久之前在联合国的会议啊中国也是投票支持这个事情的 也就是说这个想起当年林则徐啊在禁鸦片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嘛 说这个百年之后啊不但无可愁之想且无可用之兵 就是你不但财富啊就不断的流失 而且人的素质就越来越糟糕啊这个开车的时候说要特别小心啊 不只是说酒醉驾车有问题啊你要是服用药物的话 那同样的是有这个高度的危害 那么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开始的这个百年屈辱啊就是鸦片战争 这个鸦片战争鸦片对中国的毒害是中国人最刻骨铭心 永难忘怀的历史教训 那么现在啊前两天在一个场合里 这个一位美国的议员说哦现在开始报仇了啊 就是现在中国生产的很多东西在美国出现了滥用 为什么呢它这个你很难直接订到这些有关于这个毒品的相关的产品 但是呢你去从在美国你可以从墨西哥那边买到 而墨西哥的这个它这个来源是哪里呢 结果发现和中国是有关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这个现在这个中国也了解到 它具有这种这个国际社会责任不是说啊你自己自己国内没有这个问题 你就可以摆脱的干干净净外国的人士到中国来玩 中国人到海外去旅游到海外来读书融入美国的社会融入美国的校园 所谓这个campus life校园生活结果呢也就可能接触到这样的毒品 所以呢要及早旁范你看这张照片呢一个川普总统在白宫的时候啊 你看旁边有这个女性有孩子啊这女性包含了川普总统自己的妻子 为什么呢你知道这个毒瘾呢相反啊它不是禁绝 它是关系这话怎么讲啊是很有哲理的句话就是它为什么会要染上毒瘾呢 或者说你要如何戒除毒瘾呢很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家庭 是它的这个亲友啊是它跟同才之间的相处啊别人说常常看没关系吧那试试看嘛大家都这么做嘛啊 所以就中了这个忌啊就着了着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节目中间上次也提到过就是当年的 那里根总统的妻子南希讲的就just say no别人跟你讲再怎么说的天花乱坠你不要相信他啊 你觉得他可以陶醉在其中对不起那个后患无穷啊啊我们不是讲吧年纪轻轻的人呢就可能会要包纸尿裤 为什么呢那个安非他命啊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好了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是什么呢你看左边是亨利基辛格或者翻译作基辛吉右边是中国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1971年7月9号基辛格密访中国敲定了第二年1972年2月21号到2月28号这个所谓的美国的破冰之旅就是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就开启了这个中国的大门 在那之前的时候中美两国其实之间有一些这个在华沙有些谈判但是最要紧的最后奠基的就是基辛格这一个 秘密的这个访问啊从在这个巴基斯坦说肚子疼啊就消失了好几天其实就已经跑到中国去了 为什么给大家看这张照片呢路透社有一个独家报道说啊你别看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的这个金三胖金正恩呢大家说金三胖 彼此恶言相向啊你骂我火箭人我骂你遭老头其实啊美国和北韩之间呢一直存在着秘密管道也就是说还是有可能经由对话达成某些协议 当然了这个秘密的管道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如果公开的话那可能对情势不利那么所以呢还是要小心为上 那当时啊在197几年的时候啊因为亨利基辛格这个这个这个所谓的秘密外交 这国际上也有学术界也有种种讨论当时呢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让我们觉得印象很深刻也很贴切 他说呢这就好像这个谈恋爱一样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不是大家了当事人呢一定是非常低调的啊就因为那个时候呢 关系还不是很稳定还不宜公开所以呢就需要这个比较采取秘密的方式等到了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啊就可以公开 让大家抱着一种祝福的心啊所以呢这个外交的情况也是如此那么这个路透社没有透露细节说到底是经由什么样的渠道 但是讲了两个名字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人名呢就是美国国务院的北韩事务的特别官员叫做这个金汝上 那么在这个对不起金汝上地名就纽约就是说因为北韩在纽约有联合国代表团 所以就有这么一个渠道可以跟美国保持接触那么我们当然也希望啊这个情势呢能够有效的促进 这个朝鲜半岛的安定和平至少避免大家对和子危机的恐怖这种担忧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